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首红红的包歌 歌名叫做《长辈上坤库台湾》 以前男子离开家乡出外打兵 不得不离开情人 但因为彼此都非常的不舍 结果两人都不红了眼 落下的眼泪突出有点惊重 低到谷里甚至还会有一颗痘 可见两人感情真的非常深厚 也反映当时 演情人难非难成的场景 包歌是二坎村重要的文化资产 以前鲜明生活困顿 工作反重 因此常借由唱包歌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包歌可说是鲜明智慧的解经 随着现在趋势的变化 已经越来越少人在说闽南语了 因此以闽南语传唱的包歌逐渐没落 我们发现现象后 决定深入研究包歌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用到了 第一 文献探讨法 我们透过书籍与网络资料 了解二坎与包歌的相关资讯 第二 实地考察法 我们也实地走行二坎 进入包歌的文化 第三 讨论法 我们找到了两位当地其老 访问他们对包歌文化的看法和建议 首先我们从文献中整理出包歌的定义 包歌又成为闲宰歌 台语台语来念的他叫做 鞭拉瓜 那包歌是一种以闽南语传唱的歌谣 那其实包歌他也有互相嘲论 也有互相称赞的意思 那包歌呢通常以题目的 通常以地域剧为题 然后他的格式呢是以 主要是以大部数是以四句七个字为主 那当然也可以不依循此格式 那重要的是包歌一定要压力 Action 包歌呢又可封为情歌 生活歌 哲领歌 劝见歌 嘲碰歌 禁忌歌 祝货歌 等七类 包歌可以是男女之间的对上护骂 也可以是朋友邻居之间的撑咬鸡否 这些都反映出过去村民切身相关的点点第一 更更划除乎乡母生活中心意的情感 包歌在各书籍与网站都有详细的介绍 虽然关于包歌的资料非常豐富 而在实际进行实地考察法时 却发现二坎人也有在推动包歌 可是真正懂包歌的人却非常不少 因此我们反问了两位在一起了 询问他们并整理出他们对包歌文化的看法和建议 同时也交由本主建议 而建议分数如下 第一 将包歌融入学校相符各层 我们说相符语言 而包歌正是融入实实在在的相符语言 如果老师能教学生如何练唱包歌 从小就开始建立基础 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 对包歌文化的保存是相当独断的 二 由学校或政府举办创作比赛 虽然要学习以前的作品 但还要加上创新 才能让包歌文化更加广固 如果有比赛奖励的诱因 大家会开始寻找资料 在过程中也会有所学习 甚至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三 将包歌剧场带到舞台 包歌除了自己了解之外 也要对外行销 例如《云花果》期间巡回演出 只要短短的几分钟 就能给包歌文化带来深刻的印象 四 借由理由的力量推广包歌 当包歌文化来到二坎时 解释人员应该生动的带包歌 吸引包歌文化的注意 如果他们觉得 它是那场游戏以前印象深刻 他们就会把这项包歌文化带回台湾 将一船石石川版 打开二坎包歌的知名度后 在大众对包歌有相关认识之下 包歌文化就可以流传迁入 五 透过媒体行销包歌 现在有许多旅游或是美食节目 如果他们来到二坎 介绍当地美食之外 也能顺道介绍包歌 那这么一来不及肥满足味 更可以进一步了解二坎文化 听了齐尔的建议后 我们为一个班级设计了包歌文化教学的课程 并且实际执行 我们发现 在上课之前 超过五成的学生 对包歌的知识都不是太了解 但是经过教学之后 有将近八成的学生都认为 他们更加的了解 包歌的知识 并且参加相当合成的医院 也增加了许多 所以我们认为 包歌教学是相当可行 而且能够继续支持的 虽然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建议 但由于现代的人 已经很少在说你买鱼了 所以这也是推行包歌的困难之处 如果要将包歌文化好好的传承下去 能需要有志识者的支持与推动 否则一向传承文化就消失在我们眼前 因此我们想介入此专题 让大家能够重视并了解这下文化 以下也是我们的专题介绍 谢谢大家